68頁的做做看 我們在68頁的做做看這裡 要跟大家來說明的是 也是同樣的一個圖形 下讀是君君有規律的串珠子 把它串成一個項鍊或是一個手鍊 那我們來數數看 這是黃色 綠色 橘色 藍色 紫色 黃色 重複了 重複的話是從這裡到這裡 是一個段落 1 2 3 4 5 每五個一個段落 我們在數數看有沒有一樣 黃色 綠色 橘色 藍色 紫色 一個段落 沒錯 所以我們可以以此類推 它串珠子的時候一定是先串黃色 再串綠色 再串橘色 再串藍色 再串紫色 所以每五個這樣的珠子 為一個段落 這樣一直串下去 好 所以有此可類推 下一個顏色的珠子是第幾個 第三個 我們來數 1 2 3 橘色 所以這個顏色是什麼 橘色 所以下一個顏色是橘色的珠子 好 第30顆珠子會出現什麼顏色 第42顆會出現什麼顏色 我們來看第一個題目 30除以5等於6與0 6與0就是5與5的意思 所以就是第5顆橘子 0就是最後一顆珠子 最後一個珠子 所以這個應該是紫色還是粉紅色 有人說粉紅色 可是我怎麼看都覺得像紫色 好吧 這個顏色如果你寫紫色也對 寫粉紅色也對 可是我覺得它有點偏像紫色 如果你講粉紅色 我看一看又覺得有點像粉紅色 所以我覺得 你們覺得比較像紫色還是粉紅色 對 好啦 紫色跟粉紅色我覺得都 我都可以 因為它是淺紫色 淡粉紅色 OK啦 沒有問題 這不會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好 不過標準答案是紫色 好 所以它是最後一個珠子 0就是最後一個珠子 所以這答案是什麼 是紫色 好 紫色的珠子 那第二題是第42顆珠子 42除以5呢 是8540余2 第二顆 第二顆是什麼顏色 綠色 所以它答案是綠色 那各位答要照標準的寫法來寫喔 不是像我這樣子寫喔 我這樣子是計算過程 答還要再寫在下面 好 答還要再寫在下面 這樣了解嗎 好 以上是68頁的做做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這題就到這裡 我會想要再寫 那些東西 哪些東西 呢 有種人 我會想要再寫 找個問題